要带您关心的是美国总统川普寻求连任 但是声势似乎是大不如前 甚至急速走跌 造势的会场人潮只有三分之一 另外川普也在把这个炮火瞄准了大陆的疫情 更多相关消息我们交给回评 好了谢谢舒函 没有错 其实美国总统川普在睽違三个月之后 他首次的造势大会却没有人来参加 就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外界估计除了疫情之外 其实这次有很多的网友 他们在抖音上拍摄影片 告诉大家如何在官网上面登记 领取这个门票之后 然后不要参加也造成了不少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段恶搞影片 好网友不去的这个说法可说是白白种了 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川普在这个超撒的造势大会呢 是三月二号疫情以来的第一场造势大会 川普为什么会选在这里呢 因为他四年前其实在这个奥克拉河马州的这个地方取得空前的胜利 所以他认为在这边可以把气氛炒热 结果没有想到他错估了疫情哦 因为其实他现在他的竞选团队已经有六个人检验确定是阳性了 所以现场的估计有1.9万个这个座位 那是估计目测来讲只做了三分之一 但是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不只场内尴尬 场外也很尴尬 其实川普呢 他原本预计要抵达这个会场之后呢 他要先到户外 为这个没有这个拿到门票进场的支持者呢 发表一场演说 但是没想到知情人士他们透露说 其实川普在空军一号上 他就收到了通知说 算一算场外竟然只有25个人 所以他临时就把场外的谈话也取消 而且原本要跟他一起亮相的副总统潘斯 也不见人影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的部分 是其实川普他自己本身 他在一上台之后 还是不改他的这个大炮性格 他开始批评这个各式各样的议题 包括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 他创了一个新的词汇 叫做Cung Flu 这是什么东西呢 因为我们都知道功夫的英文叫做Cung Flu 他把这个Fu改成Flu 也就是流感 他说这是功夫流感 他创了这个词汇 他就是要暗指说 这个病毒就是源自中国 而且他说他们现在大家都讲说是Covid-19 这根本就是在偏离主题 这个病毒你应该要强调 它是从中国大陆来的 而且他此外他还强调说 其实现在全美的病例不断的增加 确诊人数已经超过230万人了 他说如果你们想要病例少一点 没关系啊 那我们就把这个检测速度放慢不就好了吗 所以他这样的大炮性格其实还是让不少的美国媒体直摇头 但现在其实川普更担心的部分还是莫过于是波顿的新书 他在6月23号预计就要出版了 但其实在白宫控告他之后 现在华府的联邦法官的裁决出炉 判定波顿的确可以在6月23号出版他的这本新书 但是他也法官也警告波顿 他可能会面对没有办法想象到的后果 但是现在有更多新书的内容也被媒体披露 包括台湾的部分大概有两页 他还包括说其实之前这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呢 有对这个川普进行一些台湾议题上的劝说 包括不要对台军售 还有不要让小英总统来访美这些种种的议题 但是波顿也大胆的预言 他说川普曾经放弃了库德族 下一个就是台湾 而且波顿他也说呢 他这一辈子都身为这个共和党人 但是他在今年的这个总统大选 他不会投给川普 他将会投给拜登进行倒戈 但是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 其实川普在这一次的肇事大会上的另一个话题 是其实他在上个礼拜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影片上 其实他是上个礼拜在这个西点军校上面的这个演说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喝水的时候 连手都没有办法举起来 是用这个另外一只手想办法把水杯往上拖 那其实他在走路的时候 也被大家拍到说 其实他是步履蛮山的这个状况 所以他在这个肇事大会上 他花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把整个过程重演 告诉大家他的身体很好 完全没问题 所以我会被判断,对吗 然后我会被判断 然后我会这样 这如果把你干过夜 하면서 你已经被判断,按吧 好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